你 好 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要来讨论的就是针对这一次张志军来台 他说要来倾听各种的声音要走进基层 不过从他这样的安排 似乎他真的都做到了 像他昨天的行程呢 真的是基层走透透 有到这边逗小孩玩 还送猫熊 还说他也真的很希望能够看到孙子 因为女儿的还没生 让他觉得很想要这样抱小孩 然后还为老人来打饭菜 他也跟大家讲 过几年之后可能就是别人为我来打饭菜了 他讲这句话 其实是不是就是希望能够拉近跟大家的距离 那么刚刚郭教授也特别提到 明天他还特别自己加了一个行程 要到高雄的前阵渔港来走访基层 这代表的是不是说 他愿意来跟深绿的民众来更进一步的接触 很有胆势啊 我真的觉得 那昨天讲到那个打菜 我讲一个笑话 是记者讲的 记者说呢 因为他跟朱立伦两个人打菜嘛 打菜英文 不好意思 你们这也太会联想了 因为其实 竟然没有去打马 还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餐点 以前国民党就说 输打律师输人昌打民进 对对对没错 所以这个就蛮有趣的 幽默 我觉得记者很会联想啊 然后呢 因为张志军昨天一开始在跟朱立伦讲话的时候 也就说你要连任啦 就是稍微提了一下嘛 那当然他们没有谈到选举的事情啊 但他们这个设计其实很有意思 因为他们的那个共餐制度是这样 其实就相貌堂堂啊 那也看起来很老实的样子 我觉得这些方面呢 都加了不少分啊 然后我们看他昨天跟在戏指啊 那边的一些妇女团体啊 这婆婆妈妈见面的时候呢 哇他的他多亲切啊 立刻就是揽着这些婆婆妈妈啊 就非常的热络啊 我觉得这些的姿态啊 身段啊 对于台湾民众来讲 不管是宣传效果各方面来说 真的都挺加分的 那就要看他明天到这个渝港去 会面临到什么样的状况 可以预期吗 现在不知道 我想陈局应该会有很好的 我想应该是最知名的 而且现场 因为那为什么要去渝港 因为渝港早上大概渝船进来 渝室的交易都非常早 所以他五点半 五点半就到渝港去了 然后还要赶十点去跟 去台中 然后十一点跟胡志强见面明天啊 然后接下来还要下午两点 再安插一个跟卓博园张华县长见面 然后明天晚上回去 所以可见张志军他在待的时间 在高雄算是比较长的 那明天早上的在渝港 我当然是第一个是碰到 看基层的渝民 然后跟他们互动 然后少不了 又看人家这个鱼市场 怎么喊价 怎么拍卖 可能是这样子 那现场我想 应该是不会有 那个激烈的 这个冲突存在 因为马总统在昨天 有特别针对张志军来他说了 大陆应该多做功课 这句话里头又透露了 什么样的含义呢 国外过后马上讨论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